2014年全球背男族联合年季 4月6号将盛大举行 4月1号上午 龙过脉部落男子以四只刺组 黄藤及鹿仔树皮 开始搭建鞦韆 就是为了要慰绕妇女一整年的辛劳 传统时期 背男族搭建鞦韆 是由部落中的英勇男子爬上刺组后 再以黄藤将竹竿的六个交错点一一的绑紧 我17岁的就开始上去绑的时候 没有这个吊车什么 就是针对一针上去 到记号那边就像抓了十根这样 然后那个那一根横竹子上来了 那有胆子的再帮忙一个来 两个绑 要坐一个鞦韆上面要绑 你一个人最近要十小时 为了让妇女能够安全地乘坐鞦韆 部落男子可是好不马虎 不断地调整竹竿 直到鞦韆到达最稳固的状态 用来绑紧竹竿的黄藤 必须取自于海拔八百公尺以上的山区 品质才会坚韧 其老门粗糙的双手 看似已经做过无数的细工 用黄藤交织在丰厚的鹿仔树皮上 抽签座椅就将大功告成 所以我们老人家来做这个修饰这个部分 用想到来下去慢慢的修饰 那如果我们年轻人的话 我们大概还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些 所以说他们现在就在做一个传承的这个动作 所以说他们在做我们得要在旁边去学习 今年贝南族联合年纪将首都在出入牧场举行 这块贝南族的传统领域将跟族人再度联系 这一次会在这里选择办活动 主要也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这一块曾经是我们祖先的土地 那我们没有忘记过 那也从来没有人上来这边办过活动 那刚好这一次是第一次 有这样的意义 该打算一直以来是贝南族队出入地区的称呼 今年他们重回出入牧场 希望能够纪念这片祖先 曾经生活的土地 记者UMAS台东北南采访报导